王黎从第五部就已经包围大则山要进攻剿灭农家 现在却还没有发动进攻 看预告天色傍晚 田烟和他见了一面 田烟说他已经把农家收服 感觉王黎被强行降制 他来这里是为了进进攻的 不想着进攻农家收服农家 反而让田烟立功把农家收入脑中 他这一来到底是图的什么 一整天都在山下待着不发动进攻 就不怕农家准备好了和他死磕吗 现在看来编剧就是捧田烟 而且他还不知道田烟到底是为了农家 还是站在罗王这边 纵横是应天人请求 为就张罕而来 本以为纵横一来 演人就会被收拾得低头做人 然后转身逃跑 但想不到纵横是来了 但演人根本不拒 还在建梦楼底部射向了陷阱 安排了火摇伺候 并在之后顺利脱身 反观纵横却着被贪动得狼狈不堪 补出意外的话 纵横是留不下演人了 最重要的是 玄机还不希望演人的身份提早放落 难可能到第六部大结局 也不会揭露他的真实身份 风铃火山在韩信的带领下 想要拯救农家与威男之中 本以为他们会大显身手 带领农家弟子共抗强情 万没想到说了几集 还是原地踏步 韩信嘴上说 有办法却是口中空谈 几个人在零间说了几集 仍是没有实质性进展 最后还好看田一的选择 他们四个完全举出来打加油的 小伙伴们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小伙伴们对此有什么看法呢